现在美国跟我们斗是全方位的,其中有一个方位就是想在我们周边搞个小联盟体系,现在重点就推了这个,叫美日英澳释放机制,然后呢,就是这个月的12号,他们还开了一个网上的首脑会议,这个东西还是要重视, 我觉得对咱们中国外交呢,这个,就是有一个重点,就是不能允许在我们亚洲出现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,这个出现对我们是很不利的,那么这个其实美日英澳就是个处刑,所以还得想办法给它破解啊,破解之道呢,我想第一,稳定中美关系,让中美关系不要再坏了,第二呢,还是要拉日本,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家伙,两面三刀阴阳怪气的啊, 这个,但是它还是要拉,这个,我们还是有点条件,因为日本它经济上现在越来越依赖我们,我们是它第一大贸易伙伴,是吧,这个,日本还是要拉啊,澳大利亚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的,收拾一下,是吧,那个,印度的,可能得又打又拉,用不同的方法把四方啊,画得一圈啊, 这个,最后一个,一个问题是,现在还没有发生,但我们要注意的,就今年内,拜登政府呢,将开一个民主峰会,这个呢,其实是跟我们那个建党百年是对立的, 今年是第一个百年吧,这样的百年,我们很重视的,各种,各种那个活动都在筹备,对不对,哎,美国就要针对我们搞一个叫民主峰会,是吧, 他认定的民主国家,召集起来,搞个峰会,其实就是想限制我们的影响,而且里面有一个东西,可能有点危险, 就是,根据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,他最近的一个表态,美国有可能请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, 这就会非常麻烦,是吧,这是国家峰会嘛,你蔡英文去跑去干什么呀, 哎,但是,这就是今天,今年我,我点出来啊,还没有发生,他在筹办,但是年内他会开民主峰会。